刚才说到明史等公信档案里边对于明朝的第一位太子中标一年早逝的原因那是含糊其词一笔带过似乎在隐瞒的什么 那么在其他的史料里边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呢 还可以 其中有些说法那还是相当的精彩 比如说在明日何朝元写的明山藏 还有作者已经没法考证的 目前竟然竟然竟然的主人就都肯定的说朱彪啊绝不是正常的主人而是造地主人 说的再明白一件 他像了两半一样 主人还说了 杀人凶手不是别人 正是朱彪的两个心地子 秦王朱爽和秦王中当 人家太长了 老晋宁这人是杀人凶手那里有凭有势的主人 何况先一人还是将为王写 那么这两本耶诗里面有没有什么平均呢 老实说过硬的证据还登他们上 两本耶诗说朱彪是被两个弟弟给害死的主要 八字算命书 亚诚八字命书 是基于生产八字推广的一门关注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书 二十余年的造长 擅长八字算命书 一家风险鼓势 零鼓法 造长归继 二零八八二十八八 要靠的是猜测 但是这些猜测也不能说完全就是红口白牙 幸苦四皇 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逻辑 前面说了 朱彪死于公元1392年4月 而且死得非常突然 就连当街的朱彪人当中没有心理准备 肯定要知道 朱彪的身体素质虽然一向是差的 但是从没得过什么要人命的大病 健康水平呢 至少是能够坚持正常工作吧 史料里面有记载说 就在朱彪暴死之前的一个多月里边 他还出了一趟远差 去了哪呢 西安 到西安干什么呢 原来1392年初朱彪商街道 官员密报说 封地在陕西的二儿子秦王朱爽 三儿子晋王朱刚 私下高兵买马 过从王府护费 很有可能是在阴谋造反 于是朱彪商就找来太子朱彪 让他轻着跑一趟西安 查一查两个弟弟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杜鬼的举动 按明山藏和奉前静难记里的说法 朱彪从西安回来之后呢 在朱元璋跟前做了一次 详细的教研汇报 不但肯定秦王和晋王 却是暗中高兵买马 有造反的心 另外还先由加速 把这两个弟弟平常 怎么娱乐百姓啊 做了多端的详细描绘了一通 听着朱元璋那是 怒发冲冠 击笑声烟呢 对这两个儿子简直是 就起了三心了 也是世上没有孤少兵的强 所以秦王和晋王在南京 在皇宫里头估计是 网友处下的前线 朱彪在户居面前照两个弟弟 黑壮的消息 很多就被送到了冤 这两位王爷自然不是 什么善然兴趣 这道消息 我今天就罢了 不可能 好 你跟朱彪啊 你就是要把我们哥俩 王子里头等 既然你当大哥的负人 那就不要怪我们做这一句的非 朱爽和朱刚一合体 进来一个天下守卫场 我们花重心 买成了太子 鼓里的太监 往朱彪平常刻的鼓调里边 下了一眼 主要这才有了太子的 忽然暴力 怎么样 上面说的这一段 听起来至少在逻辑上 是何清和灵 咱们常看的各种 宫廷剧里边 七重移民间的征国皇位 不惜首都相谈的情节 哪里一结识 真要发生在这个 朱彪哥仨身上 那很正常 一点都不习惯 这会不会就是 朱彪壮年暴毙的真相呢 比如此处有戏剧性的历史迷案 后世当然有不少的学者 专门做过研究 不过 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 得出的结论一般呢 都比较一致 说这个说法呀 纯属恶意度论 这是往朱家兄弟头上 透屎盆子呢 按多数更可靠的史料记载 朱彪不但没有造秦王和秦王的黑状 相反 他还救过两个弟弟的姓名 要你去查访秦王秦王秦王的事 我查明白了 已经查明白了 秦王的宫殿 是豪华了些 但绝没有 苏字占用皇帝仪仗 主护之事 至于秦王 围猎少名之事 我觉得 御师也是夸大其词 还夸大卖钱是真的 赔偿了就是了 而御师做报的 围猎是误刷能力之事 确实没有 真真是搞糊涂了 把查明白自己亲弟弟的大案 交给你去 这不等于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吗 电视剧里的这段情节 就是编剧根据正史 编写的 按照正史里的记载 朱彪从西安调查回来之后 不但没有告两个弟弟的黑状 反而像电视剧里边演的那样 处处替两个弟弟 差一处争取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而且正史里还提到了 朱元璋之所以 剥夺了秦王和晋王的封闭 把他们都俩调回京城 并不是两个人 真有什么谋反的举动 而是朱元璋想先督 掺动了西安这个地方 可是西安已经封给儿子了 做皇帝的金口预言 总不能平白无辜的 把已经给出去了东西 再要回来吧 那怎么办呢 朱元璋这个人的性格 大家都清楚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是什么手段 那不是问题 哪怕是冤枉自己的儿子 也无所谓 于是乎他就借口 秦王和晋王行为不端 多多了他们的封地 还把哥俩调回了南京 史料里边还明确记载了 后来朱元璋也不知道 怎么改了主意 又不想把朱元璋迁到西安了 于是乎呢 秦王和晋王又回到了 这次的封地 继续当王宪 总之吧 这朱标没有陷害 两个弟弟的动机 历史上 哥沙之间呢 也压根就没有你死我活的 身仇大恨 说弟弟下毒害死大哥 这个说法一定不靠谱 好 那么这第一种说法可以走